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欣敬的各位大德 各位菩萨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佛说十善业道经 请看经文 此法即是十善业道 何等为十 为能永离杀生 偷渡邪淫 妄于两舌 恶口 倚于贪欲 亲为邪见 刚才我们一起学习了永离杀生 简单介绍了这一条 下面讲的是偷渡 什么叫偷渡呢 经上面讲的是不与取 即是人家的东西 未经过人家的同意 我们就取来用 拿走了 具为己有 具为己有 这就是偷渡 这些东西方方面面很多 人家的钱借了之后不还 这是偷渡 人家的物品 未经过人家的同意 甚至拿来用 甚至移动了地方 都算是偷渡 有些事情 你不知道主人是谁 可能他没有什么主人 譬如说 在山上 我们想见一个茅屋 斩几棵树 好像没有什么主人 树都是野生的 但是树上还有生来 树神 树神 占居着树木 树木就是他的房屋 你用来斩 用来用 要事先通报 所以 在山上斩树 应该提前三日 去树那里 进行念经回向 请树神搬屋 这样你斩树 才叫做不透道 在澳洲 在澳洲 老法师在静中学院 准备建一个房屋 两层楼 刚刚有棵树 要斩 提前三日 去念经回向 但有个同修 发了梦 树神跟他抱牧 说 三日不够 不够时间搬屋 你要给我七日的时间才行 可能是澳洲 因为这些人 他的生活比较他条 时间都比较拖延 不像香港人那么快速 澳洲人你要七日的时间才行 所以我们知道 每一样东西都会有主 我们对任何的东西都要尊重 乃至是一张桌 一张椅 关栋门 拿个杯 都要恭恭敬敬 把他当成有情生命一样 尊重爱护 在偷道里面 如果偷一个人的东西 你欠的债是欠一个人的 要知道 欠钱将来要还钱 欠命将来要还命 你偷一个人的 结罪是一个人 这个罪是少的 如果是偷一个国家 这个罪就大了 你所偷的是全国人民的东西 所以要还起来 那就由得你还 你偷国家的 最普遍的是偷税流税 我们的收入应该交税 想中办法去偷税 尊法乐的漏洞 有这些心 这个就是偷渡 真正的偷渡 意思是什么呢 不占人的便宜 这个是不偷渡 念念还要想佔人的便宜 占国家的便宜 这个就是偷心未断 得罪的是全国人民 将来你还 就要还全国人民的债 偷渡 偷渡最严重的就是偷三宝物 佛门的东西 属于十方三宝 佛法争三宝 我们如果偷了佛门的东西 这个团体是十方和合的争团 我偷了他的东西 哪怕是一针一线 再细的东西 所结的罪都是无量无便 为什么呢 因为偷的 欠的是十方 这个说不清 所以在《方等经》里面 《华罪菩萨》讲过 说五亿四重的大罪 我都可以有本事来救你 但是如果你偷真物 和合争团的这个物品 那没有办法是救了 这个《三味经》里面还说 偷争团的东西 过杀百万四千父母等罪 就是偷佛门的东西 超过杀百万四千父母等罪 这个听起来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偷上注物 这个结罪非常之严重 在《阿咸经》里面 有这样的案例 当时佛的弟子里面 一个神通第一的目见连尊者 他有一天 用他的天眼看到一个众生 在他两边的格拉底下 有一个大火灵 这样烧着他的身体 烧到他的身体都焦了 非常之痛苦 在那里哀嚎 结果就问佛 他这个众生 为何会受这种痛苦的折磨 佛就跟他开始说 这个众生是在嘉业佛时 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之前的一个佛 时间很长 很久很久之前 他是一个出家人 小三名 有一天 拿着一些饼 供养大众 结果拿着这些饼 就偷偷地夹了两个饼 一个饼夹着自己的两边 的格拉底下 起了偷渡之心 做了这个偷渡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堕了地狱 到现在 还在地狱里面受这个痛苦 所以我们要懂得 佛门的东西拿不得 这里面一个道场 要知道 所有的东西 我们要懂得爱惜 如果是想着占道场的便宜 或者是不爱惜道场的东西 这个就是透读 所以很多的同修明白道理 比如说他借用道场的电话 办自己私人的事情 他都在公德商里面放些钱 不欠道场的东西 不欠道场的电话费 这个很好 值得我们去学习 第三个是永离邪行 这个邪行就是邪人 什么叫邪人呢 是夫妻以外的 不正常的男女关系 这个叫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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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知道 古人说的 就是淫欲 男女的情欲 如果不能控制 往往会做到 伤天害理的事情 人一生的品行 都因此断送 现在的社会 为什么这么乱 家庭出了问题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社会好像身体一样 有每一个细胞构成的 细胞一半都坏了 你说这个机体怎么会不坏呢 而一个家庭 夫妻就像细胞黑一样 是家庭的中心 如果男方或者女方 犯了邪行 我们说有外遇 一定会带来家庭的不和谐 直接受影响的就是子女 所以 为什么佛要把邪行定为大罪 重戒 我们知道 他的杀伤力 他的影响度是很严重的 比如说 淫欲不能控制 如果男方和女方有外遇 直接影响子女的教育问题 如果万一有了新闻 就很容易造成 堕胎 杀身 就随之而来 如果事情敗了之后 可能使得两个家庭 因为愤怒而互相之间的残害 这个都是杀身 至于妄语 两舌 恶口 这些意味 当然便会平日做得更多 所以 为什么古人说 孝为八善之先 这些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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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身至好 要懂得收清淨心 想这一生 离开六道轮回 而知道这一条 淫欲是生死的根本 所谓一切众生 加以淫欲而证生命 我们六道轮回怎么来 为什么我们会投胎到人 为什么会投胎到这些山莫里面 都是因为迷惑颠倒 而投胎的时候 经上告诉我们 投胎的时候 当我们见到男女交合的时候 就迷惑了 一念贪乱之心 就入胎了 所以 性命是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这一条 所以《能言经》上面说 若诸世界 六道众生 其心不淫 则不随其 生死相逐 人心不随 尘不可寻 所以经上说给我们听 六道众生 如果能够真正断人淫欲 那就不会随住 生死相逐 即是可以跳出六道轮回 人心不随 尘不可寻 六道轮回不能出 我们要求生极乐世界的人 也要知道这一条不例外 《无量寿经》里面说的 《往生正恩》第25品里面说的 十线里面他不说不邪忍 他是说不淫欲 女佛在《能言经》里面劝动我们 必死必洗 淫机 身心举断 断性亦目 于佛菩提 施可欺忌 《能言经》里面佛跟我们说真实话 真正想这一生 求生淨土 了脱生死的人 要必洗自己的淫积 这些再细的淫念念头 都要断掉 从身上断 从心里面断 达到断性亦无 断性亦无 这是开悟的境界 要知道淫念 这个念头是从哪里起的 你如果去找那个起心动念的主 你找不到 好像我们昨天所说的 万物必竟无主 无我 好像我这个身体 中某心 在这里 究竟哪一块是中某心 哪一样东西 是不是我的身体是中某心 还是我的精神是中某心 都不是 这个身体本身是一个假合之体 它不是真的 所以怎么可以为了这个身体的欲望 而自己糟蹋自己 这个叫做虚妄 当我们起这些不好的念头的时候 要知道 谁在那里起 没有人在那里起 它是一种妄念 无端端起来的 都不知从何而来 那你只要不要使它相逐 包括断了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是纯述是一个妄念 这个 古人有一个例子 很好 他说这个淫念是不真实的 譬如说 有一个 有一天 有一个人跟你说 在香港有一个名忌 长得如花似玉 在某某五星级酒店的房间等你 那你就慶忧忧忧的去 结果呢 这个打一部的士 气和圈圈 去到房间 那边 打扫门一看 发现呢 这个所谓的妓女 原来是你的妹妹 或者是你的女 这个时候是否那些欲火立即就消失了呢 确实是 所以要知道起欲念的主体根本是假的 欲念本身也是假的 念头一转就消失了 找也找不到 所以要知道断乘亦无 这样去觉悟 控制这个淫念 就比较容易得力 这个时候 你与佛菩提施可欺击 才可以有这个希望 有这个指望 这一生圆满成佛 求生正土也都可以一切放大 下面一条 刚才说的不杀生不偷渡不邪行 这个是身体所造作的恶义 下面是口的恶义 也都要永离 永离妄语 妄语是什么呢 妄是不真实的 虚妄 说的语言是虚妄 就是说大话 骗人 自欺欺人 这就是欲妄 心和口不一 这个真诚心就没有了 所以真正我们要发菩提心 求生正土的人要知道 从哪里造起呢 菩提心的体就是真诚心 我们师父上人写的二十个字 第一就是真诚 真诚清淨平等正觉慈悲 这是菩提心 真诚从哪里收起呢 从不妄语开始 在人的面前 绝对不讲假话 哪怕我说出这句话 对自己不利 或者说自己不好的地方 人家可能会遭笑我 可能会伤害我 我都不可以打妄语 那当然 这个妄语 它的目的是自私自利 是为了自己 打妄语 如果是为了别人 不是为了自己 打妄语 叫做方便妄语 这条街就可以开界 譬如说 一个猎人追一只兔子 那兔子从你旁边一条路走 那猎人就追过来 就问你 你看见那只兔子从哪里走 你就指到另一边 去到那边了 就骗了那猎人 这个是方便妄语 这个不是犯戒 这个是开戒 你是骗他 但是你为了什么呢 为救这个兔子 救生命 也是救烈人 烈人不可以杀生 不要要他做恶业 两个都救了 你不是为自己 这个不属于犯妄语的界 所以要懂得犯这些恶业的 这个基本点就是自私自利 当我们放下自私自利的时候 说来说所有恶业都不会做 那么最大的妄语是什么呢 最大的妄语就是 就是佛法里面说的 未正言正 即是你未正得一个果位 自己说自己正得果位 我正得的阿罗汉果 我念佛功夫成片 我念佛是一心 你一心 其实你没有达到 但是你自己和别人这样说 你就打妄语 这种打妄语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人家的恭敬 供养 都是明文理养的心 现在你看佛门里面 很多这些怪现象 很多人都自称 我是某某菩萨再来的 我是某某佛再来的 我正得天眼痛 我正得明心见性 自己光自己 欺骗一切众生 为了什么呢 人家的恭敬供养 要知道 古人 古来祖师大德里面 是有佛菩萨再来的 但是有一个规矩 如果佛菩萨来了 他的身份 暴露了 他一定 要走 不会留在这个世间 好像 古时候的 永明元寿大师 他是阿弥陀佛再来的 他的身份 暴露了之后 就走 布大和尚是弥立菩萨再来的 他自己说自己是弥立菩萨 说完之后他就走了 就往生了 这个才是真正的 如果说说了 我是什么某某佛 某某菩萨再来的 说了之后又不走 这个就是妄语 一定有问题 那这种妄语 果报就是阿弥陀佑 这条罪是最大的 下面是永离两舌 两舌就是挑拨是非 誤到一切众生 使到众生起冲突 那这些人将来堕白舌地獄 那条舌被那些鬼族拔出来 然后去耕 拿刀去斩去切 受这些付负 佳恩生前犯两舌 那两舌里面最厉害的就是破和合增 对一个团体破坏他的团结 对佛门的团体破坏他 这种两舌是堕阿弥陀佑 这是五亿罪 下面是永离恶口 这个恶口就是粗言难语 骂人 对人无礼 或者是故意说别人的坏地方 这个恶口也是很重的罪 如果是罵到一个人 或者说一个人的坏话 他这个人是一个修行人 是有德行的圣人 那这种恶口就犯得更重 经常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在家业佛时代 有两个比丘 一个老比丘 一个年轻的比丘 有一天老比丘在读经 声音不太好听 年轻比丘在旁边骂他 说你读经 什么读得好像狗肥狗肺一样 很难听 恶口 说完这句话之后 老比丘就跟年轻比丘说 你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已经证得阿罗汉果 你现在要立即残缓业障 将来可能会堕阿弥陀佑 因为如果是对一个修行正果的人 恶口 这个将来就是地狱那一步 这个年轻比丘都算不错 立即跪在地下忏悔 他忏悔罪业减轻了 免去了堕地狗的虎部 但是他五百世沦为了狗身 以前骂人狗肺 自己五百世做狗 吃尽苦楚 最后一生 他在一个商人家里做狗 这个商人性格很暴躁 有一天不高兴 就找这只狗来撒气 把狗的四只脚都打断了 钓到一个hunter 狗很痛苦 奄奄一息 这时候是佛在世的时代 佛的大弟子舍利佛 他用神通看见这只狗 这么痛苦 就生起了一念慈悲 于是就拿了一瓶饭 去到这个狗面前 就喂这个狗 而且跟这个狗讲经说法 打三龟耳 没多久 这只狗就死了 他的神色就投胎到人 因为他听经文法的功德 就变成人 这个舍利佛又用神通眼 看见了这个投胎的人 于是等这个年轻人 长大了之后 就去到这个家 导他出家 这个人后来正得了阿罗汉果 正过之后 他就有宿命通 回忆到自己前五八世 原来都是狗 因为这个因果 所以要知道 恶口的报应 不得了 下面 永远 永离以语 以语 这个以就是零罗筹断 比如说的语言很好听 花圆巧语 没有真实的利益 只是蒙骗他人 这些语言 也泛至一些文艺的节目 你看看现在电视电影里拍的 那些文艺节目是很吸引人 但是所说的内容 原来是贪嗔痴慢 原来是杀到人亡 黄色的暴力的内容 充斥着内容 读开人心 这个就是乙语 这个乙语的果报 也是地狱 在宋朝 有一位叫王生菊的先生 他平时很喜欢写一些厌词 说男女之间的词 有一天 和一位擅长挖马的 一位李伯士去参见 袁通秀禅师 这位袁通秀禅师 是一位开悟的大德 那这个禅师是对 这个挖马的李先生说 你不要挖马 因为你挖马 念念想着都是挖马 一切发由心上生 你挖马 到时将来可能变马 那这个王生菊在旁边听了之后就笑了 结果禅师就很严肃地对他说 你还笑什么 李先生的法马 他最多将来可能是堕马福里面 而李呢 写了这些男女的厌词 毒害人心 使得多少个年轻男女 他因此而丧失了理智 丧失了真结 你这个罪业将来都是地狱 那这个王生菊听了之后很害怕 因为袁通秀禅师是大家公认开悟的大德 他说的说话很有力量 于是王生菊就戏不再写这些厌词 那还算了 懂得改过自身 所以语语的报应 我们知道是很可怕的 下面说的是意念里面的三条 永离都要永离 永离贪欲 这个贪欲亲为邪见 即是贪亲痴 是叫三毒烦怒 这个三种毒 感应的就是世间灾难 贪心感应水灾 亲类感应火灾 邪见即如痴感应风灾 所以我们看这些天灾人和 都不是偶然 都是人为的 哪怕是地震 风灾 海啸 火山步伐 这些通通都是人的贪亲痴 感应来的 所以我们师傅最近去了纽西兰 去看个冰山 因为现在的科学家 说全球变暖 气候反常 冰山都涌化 再过十年地球上没有冰山 这个预言很可怕 所以我们师傅去 去纽西兰的南岛 去调查核实 结果坐着直升飞机上去 看见冰山在溶 在溶 降落到冰川里面 拿起一阵冰 冰掉了之后 手上都是湿的 证明你看冰溶的速度有多快 非常之惊人 过去我们师傅 在加拿大 又是去冰山上 拿出冰 掉到地上 手干干的 现在冰溶的速度快得 是我们意上不到 什么力量使得它溶化 有人的贪嗔痴 冰山溶化 直接的后果就是海水上涨 科学家预测到 将来海百五十米 这些地方全部都浸在海底 那当时香港就没有了 所以这是非常可怕的现实 海水泛滥 这是贪心人气 冰山溶化 身为 欲火 把你的冰山都骁容我 而贪心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邪见 不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 才会做这些恶业 邪见 最主要就是自私自利 損人离己 这些见解就是邪见 不知道損人即是害己 損害地球的生态就是害己 所以我们也知道 听师父讲经 讲到这段话 我们有没有感触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触 我自己 心里面很振动 要知道 一切发由心上身 这个世界的灾难 也是心上身 谁的心上身呢 我自己的心上身 心爱无法 皆是我一念 贪亲痴得来的感应 所以如果我自己不努力断这个贪亲痴 不能够收善心 那即是是遗害一切众生 使得众生 因为我自己的贪亲痴 这些念头 而受苦受难 这些众生都是我自性中的众生 他们真是无辜 怎可以因为我自己的贪亲痴 而伤害他们呢 我想救到他们也救不到 还要起这些贪亲痴 起这些海水 起这些浴火 使到众生去受这个苦难 所以想到这个时候 真的要发勇猛心 众生无辨世愿度 怎样度 从自己的贪亲痴断的念头断下去 从这里开始 所以 这个 湯王 商朝的 商汤 这个皇帝说了一句话 万方有罪 罪在浸宫 一切人民有罪 谁的罪 因为我自己有罪 我没有教化好众生 这个道理和佛法讲的道理是一样 一切众生受苦受难 谁的原因 我自己的原因 因为我心里藏着这些贪亲痴 使到众生因为贪亲痴的感应受灾难 如果不断了它 我们怎么忍心呢 怎么忍心使到众生受苦撒难 所以真正发出众生无辨世愿度 道就是帮助爱护的意思 想爱护帮助一切众生 由我做起 由我心做起 这就是说的修善 那修善 可以永离一切诛恶道苦 得到善法的圆满 下面 世尊和我们就详细地举出 受每一条善得到什么果报 那些善报 那我们来看经文 首先 说的是永离杀生 所得到的善报 龙王 若离杀生 值得成就十离老法 何等为十 一 于诸众生 普思而无谓 二 尚于众生 喜大慈心 三 永断一切 亲为集气 四 身无 身上无病 五 寿命长远 六 行为非人 之所守护 七 尚无恶梦 寂觉快乐 八 灭除怨结 众怨自解 九 九 无恶道报 十 命中生天 事为十 若能回向阿流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后成佛事 得佛随心自在寿命 那这里第一段 说的是永离杀生 得到十种离老法 这一段 这一段主要劝动我们 知道不杀生的果报 而能够真正去落实不杀生的行为 这个善法 不单止不伤害一切众生 而且爱护一切众生 那我们不伤害众生的生命 说实话 最好的是食素 食素 食素就是最大的奉生 所以食素本身就是善 这个瑜伽 你看看 孟子也说过 君子远刨除 文其声不忍吃其肉 真正正人君子 都不忍心吃众生 特别是听见 杀害众生的时候的声音 都不忍心吃肉 这是慈悲心的流浪 但是儒家说食素没有提倡 只是提倡说 文其声不忍吃其肉 这个与佛门所说的三正欲很相似 所谓三正欲就是 如果你看到杀生的场面 听见杀生的时候的声音 或者你自己怀疑 这个杀害的生命是为了自己而杀的 那这种 我就不吃 这个叫做三正欲 一般来说 超市里面买的冬的肉 冷冬雪柜里面的肉 基本上可以说三正欲 那佛法里面提倡 不杀生是中国的特色 佛当年 他没有制定一个戒律 说一定要食素 但是他鼓励食素 不鼓励食肉 因为佛当年佛的弟子是脱缚 他们托缚 他们去祈祷为生 别人给我吃什么 我们吃什么 不可以要求别人 所以随缘 但是佛教传到中国以后 佛教有自己的重立寺庙 要自力更生 信众的供养都很好 因此这一段就要 要能够知道食素 那当年梁武帝的时候 他读《能骑经》 看见菩萨不忍食众生肉 这种慈悲 他很感动 于是他也提倡素食运动 他一提倡 所有出家人都抢营 所以从那时候开始 中国所有的出家人就是食素 是这样来的 但要知道食素确实是卫生 确实是卫性 卫心 现在医学家都很明白 吃肉是疾病的完全 很多心脑血管的病 现代的奇奇怪怪的病 都是吃肉吃出来的 肉里面都是激素 抗生素 不卫生 吃到人体里面有害 就是卫生 那伊斯兰教徒 你看看他们吃肉 都是要去祈祷 祈祷之后 杀了之后 把血都要放干净 这样才可以吃肉 那些叫做清真 这个有道理 为什么呢? 因为杀众生的时候 动物由于疼痛 所以他心里面很愤痕 一愤痕 血液里面都有毒素 你放干净之后 那就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而且动物里面的肉 动物的性情的讯息 会影响到人体 所以伊斯兰教徒 为什么不吃猪肉 因为他们不想像猪那样滥肚 那些性情不好 所以不吃他的肉 就不会受这些影响 所以这个性情都要维护 佛门说 不吃众生肉 是培养慈悲心 这是维心 所以食素是维生维性维心 这是好 我自己本人食素 吃了十二三年 身体很好 基本上没有什么病 很久很久就去过医院看 十几年都没有去过医院看病 健康 身心健康 所以叫做尼路 得到十种尼路法律 你离开法路 身心安乐 这十种尼路法具体说 第一是 于诸众生 普思无畏 对于一切众生 你也有仁慈之心 思无畏 你不忍心 就伤害他 他有畏惧 你能够帮助他离开畏惧 一个真正不吃肉的人 他身上带着瓷缸 小动物见到他 都不会害怕 这个就是因为食素的功德 第二个 尝于众生 起大慈心 因为你不吃众生肉 你不杀生 不伤害一切众生 你能够有 对一切众生的 真正爱心 所以能够 起大慈心 甚至是无情生命 你看戒经上讲的 清静彼丘 不淡生草 小草 生得很凉 乱乱的 你都不忍心踩它 这是你的大慈悲心 而大慈悲心 你就真正能够得到幸福快乐 慈悲心 可以化解身体的毒素 第三 永离一切 是亲为集气 杀生 和一切众生结缘 众生和我们在一起 都是一种怨恨 互相之间 互相之间有亲为 所以如果我断续一切杀生的年头 心里面慈悲一切众生 怎么会因众生而去亲为 还怎么会发火 人家对我不住 人家对我亲为 我已知道 这是我过去生中得罪了他 这一生我们绝对不再和他结缘了 这一生我们绝对不再和他一切众生结缘了 这一生我们绝对不再和他一切众生结缘了 这两条是健康长寿的 世间人都很希望得到 怎样能够得到 永离实生就得到 古时候有个故事 说一个罗汉 他有天眼通 见到自己的寺院里面有个小沙尾 他七日之内就要命中 于是劝这个小沙尾回家 看看父母 七日之后 这个沙尾竟然又回来 一点事都没有 罗汉吃了惊 明明看到他七日之内要命中 为什么他会回来呢 结果入定之后看他 才明白 原来这个沙尾在回家的路上 因为落大雨 大雨把一个矮斗飘起身 冲了一个矮斗 很多的蚂蚁都在水里面飘 这个沙尾生起了慈悲心 即刻把矮斗捧到高的地方 光草的地方 八天蚂蚁都救起神 结果由于这种善事 救护生命 这个沙尾是得到燃兽 健康尚受 所以他本来七日要死 但是他也燃兽了 你看看我们师父 八十一岁高龄 身体健康 体力很好 走在路上 我们年轻人在后面跟着 都要小跑步跟着 精神状态 体力真是健康抢手 为什么呢 我们老法师 于诸众生不弃伤害 连蚂蚁都不伤害 而且他吃了五十多年的数 所以凡事都有因果 第六 行为非人之所守 不杀生的人 受到鬼神尊敬 非人就是鬼神 他们尊敬你 保护你 第七 尚无恶梦 寂觉快乐 不杀生的人 他做梦都安乐 不做亏心事 马克做梦都安乐 经常发恶梦的人 要知道 肯定是杀生的 念头里面 还有杀害众生的念头 所以要在这里见点 第八 灭除冤结 纵缘自解 一切得罪了的人 怨恨自自然然 就能够解开 有这个功德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慈悲心 可以化戒怨恨 第九 无恶道报 你将来不会生到恶毒 第十 命中生天 我们不杀生 不伤害一切众生 有慈悲心 这是跟天道相应 命中生天 当然 念佛的人 不要希望生天 生天就不究竟 应该求生的世界 也是可以达到的 最后佛圈到我们 若能回向阿流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得后成佛事 得佛随心自在寿命 我们修这个善意 不要只求人天福 应该回向阿流多罗三秒三菩提 即是回向无上正等正觉 圆满菩提 将来成佛的时候 可以得到佛的随心自在寿命 这是佛在果地上的殊性功德 而这个恩是不杀生而修离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先到此地 不妥之处 请各位大德菩萨多多指教 多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